以台湾原生种的百合花为创作题材 提供观众一个反思的场率 一旦巴瓦瓦龙的艺术创作形态多元 举凡诗、散文、图案设计、绘画、板画雕刻 装置艺术、影像记录等我不专精 90年代的台湾原著名 还我土地与还我姓氏的圆韵期间 它已象征族人精神土腾的百合花 创作当时活动的海报和T恤 作为原著名族自我认同的救赎与复活的象征图像 在视觉艺术的创作上 一旦以精细刻画的线条和大胆用色的风格 表达作品的文学视野及当代性 同时关注生态、神学面向 寻找内心的和谐与重生的美意思维 一旦出身屏东的台湾族部落 记忆中那些与大地为伍的情景 强烈烙印在它的心灵 它认为人类离自然大地越远 越会回想与寻找来自它的美丽和给人纯真的价值 这也正是一旦的创作世界里 孕育丰富神秘的思想背景 以台湾原生种的百合花作为创作题材 希望能够提供给观众一个反思的场域 透过创意世界的呈现 期待创造人与人、人与自然大地 相互凝视尊重的心灵态度 十方新闻记者乃伊荣台北采访报道